户外木造休息区加上吧台 不说还以为来到哪个海岛度假村 结果竟然是巴黎奥运选手村 一整排训练器材相当壮观 而且还不止一层楼 因为这里届时要服务超过9000名的运动员 体能要顾 睡眠当然更重要 日本寝具品牌从上届奥运开始打造的床垫 也沿用到花都 巴黎奥运倒数计时 选手从18号起也要陆续进驻 利用现成建筑物改建的选手村 已经准备好迎接贵客 巴黎市区还有长达185公里的专属车道 千万别误床 路上写着2024 Paris 代表这里是运动员 代表团和相关人员才能走的专属道路 比赛期间总共会部署3万5000名警力 24小时全天候监控 未经授权使用就会接到罚单 这两天已经有400件违规案例 担心人生地不熟走错路挨拔 试试看水运如何呢 奥运期间知名运输公司推出了赛纳河水上游艇服务 而且不只是通勤而已 还很享受 这项服务能够预定游艇游塞纳河 途经巴黎圣母院罗浮宫等知名地标 不但免费 而且还赠送一瓶法国香槟 一艘船能够容纳12人 不过现阶段开放日期都已经被抢购一空 奥运期间会再推出服务 手刀快抢 明镜新闻综合报道 MOD自选频道餐 请记得订阅并锁定民事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